那我们来补充一下 本县 国小资讯科技课程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的架构呢 就做了一些修正 那传统的部分 是在这个地方 传统的资讯课 包括资讯科学跟科技应用 还有资讯科技跟人类社会的部分 这两个部分是保留的 但是我们有做过 做了筛选 做了筛选 把不合时代 或者是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或者是小朋友 随便摸一摸就会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省略掉 所以精粹出来 剩下三分之一的部分 那另外呢三分之一我们加在这个地方 另外三分之一加在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的地方 那这里面包括运算思维 就是怎么样利用电脑思考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来应用到我们平常解决问题的方式上面 然后另外呢还会有一半是设计思考跟科技整合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设计思考就并不一定要用到电脑 那科技整合 科技整合就是 就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去解决问题 那怎么样运用科技 运用一些科技制造的方式 运用程式啊运算思维去做一些整合来帮你解决问题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今年增加了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那在低年级呢 我们安排了八节课 但是因为低年级没有资讯课 所以希望是跨领域的 就是融入在各领域里面做实施 那其实它不难 非常简单 运算思维如果你去稍微 跟设计思考你稍微了解一下 就会发现你日常生活中其实都在用 都在用 那我们就把这个八节课 随便带个活动 带个游戏 甚至跟小朋友讨论 以下 你就会知道说什么叫做运算思维 就把它融入在平常上课里面就可以了 那另外在中年级安排了三十节课 高年级安排了三十八节课 所以总共时数会有到七十六 七十六节 七十六节 好 那在实际的建议学习的内容的部分 刚刚资讯科技的内容 我现在只针对那个新增加的创课的部分 去做说明 所以在这个部分 在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的这个内容里面 那我们上课的内容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并不是要去学那个城市设计的一些技巧 因为那个是 我们今天国中小国民医务教育 我们并不是要把学生交成一个城市设计师 不是要把他交成一个城市设计师 所以我们的重点应该是透过这些 简单的Squitch的学习 城市设计的学习 而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跟流程 让他以后会运用到这些方法跟流程 来解决问题 或者甚至利用到我们科技的工具来解决问题 所以重点是在这边 那三年级在运算思维的部分 就会简单的学一下这些城市设计的工具 然后简单的练习怎么写城市 然后在设计思考跟科技整合的部分 也会开始简单的学习一下这些科技制造的工具 然后你要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有哪些工具可以用 怎么用 会有一些简单的操作 那么在注意事项的部分 在运算思维的教学的课程里面 那我们会知道说运算思维会有这几种内容 包括系统拆解 抽象化 模式识别 演算法 资料表示等 那不过各位不要直接去教这些内容 我们是透过学上课的过程中来去引导到学生具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这边有一些举例 比如说我们教儿童程式的部分会用运算思维的角度去切入教学 所以你要先从那个问题着手 然后去做系统拆解 然后系统拆解里面呢 如果有些模式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去建立那个模式的共同的SOP 就是演算法 那建立好那个模式之后 那个就是抽象化 然后再遇到A状况 我就带入A的方法 那个就是模式识别 然后这里面的一些资料的表示 统计分析应用 这些其实就是资料表示 所以你用生活的素材 让它融入生活里面去做教学 这样才能够素养化 你才知道说 以后这个东西要怎么在生活上使用 那生活上面什么情况会碰到 可以利用他们的一些机会 这些都是老师要做引导的 那所以初期就是中年级 中年级会简单的教一些基础的技术 包括怎么写程式 怎么用3D 怎么用雷切 这些就是很基础 怎么基电整合 基础的简单技术 不用教很难 然后到中期 中期是指高年级 那高年级呢 就会开始用主题式的学习 然后他才可以回过头来 利用这些基础技术去解决那个问题 然后呢到6年级呢 就开始会设计思考 他要整个流程 整个从情境里面去发现问题 然后才去解决问题 那所以课程里面会包含合作式的设计专题 然后需要学生沟通协调等等 然后适当利用工具去共创 协力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可以搭配的各类的开放式硬体 教具或者是科技制造的工具 我们希望就是把抽象的概念 能够把它具体化的呈现出来 然后虚实做整合 然后真的把东西做出来 而不是空口说白话 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融入各领域 去做跨领域的学习 所以其实非常欢迎学校跟各领域来做结合 做结合 那当然也可以整合我们之前 之前传统资讯课的那些重要的内容 比如说影音剪辑 资料处理跟绘图设计 这些其实都是现在这个时代 还蛮重要的能力 那在设计思考部分的重点 是流程跟方法的培养 你要知道那个解决问题 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你怎么从日常生活中里面去 探索发现问题 然后怎么样去做问题的解决分析 然后设计出你的原型 去把它做出来分享跟回馈等 所以这个是重点 那这过程中会有一些方法 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曼陀罗新制图 或者是运算思维设计思考的一些方法 然后会有一些简单的科技制造的工具 或机电整合的工具 也是要学会的 那就最后可以整合这些方法 然后去把你的跨领域的主题可以做出来 这个是注意的重点 那在评量的部分呢 评量的部分我们就会稍微有点转弯 就是会希望各位评量出学生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还有运用科技的概念或工具 去解决你实际所产生的问题 然后他最后做出来的一个效果为主 所以重点会在这边 那比较不建议各位用知识性的记忆 记忆性的那种知识的 或者是评量他的操作的程序 这种评量 那所以如果他会运用这个运算思维 或运用设计思考 然后也会善用这些工具的话 然后最后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那这样他的成绩应该就会很好 那当然要包括合作的部分 包括合作的部分跟沟通表达 这些都是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能力 所以各位的评量可能要稍微做一下转弯 好 谢谢大家